为在中和大永届附近的一家手摇影店里 老板阿智在店里忙着备料 要将砂糖煮成焦糖 他舍弃一般使用化工原料调制的快速做法 坚持原料加工自己来 为的就是让顾客喝到最天然的饮品 阿智说 受到疫情冲击 逛市场的人少了 店里的生意也少了过路客 掉了不少业绩 不过因为他对原物料的坚持 守住了不少老客户 外送单反倒多了 像是退火的洛神花茶 就是热门的外送饮品 一样是食材 我为什么不去找真的食材勒 为什么要用化学的勒 洛神 中药材 洛神 乌梅 化梅 山楂 下去煮 下去熬煮 中药买的 中药行配的 那我自己用我自己的配比 我自己配出来的比例 所以说我们就尽量能够给食物 不要给食品 比较做口碑 因为我毕竟不是那种化工的 我自己煮的 客人喝过就知道会回头了 你要说我们今天都是用化学的话 基本上你应该就不会再回来了 客人就不会再回来了 还有像我们这种不知名的小店 你东西在没有一定的水准 那基本上在这市场上生存不下去了 也有些客人每周还是会固定来采买饮料 他们觉得这里的饮品口味比起市面上要好喝 也不会有很浓的人工香料 喝起来比较顺口 在疫情的影响下 餐饮业是首当其冲 但老板对原料以及产品的坚持 他相信只要用心 顾客都感受得到 即使是无名的小店 也能够挺过这一波疫情 记者游文宜综合采访报道